我們也從這個以往的選舉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西蒙的政治講座 在過去幾乎都是每一場 都會獲得這個民眾的熱烈的支持 可是這次不太一樣 這次反而是這個國政的 這個不是國盟的這個講座會 反而是獲得很大 很大的回響 所以這方面你怎麼看 如果是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話 當然是非常的不妙 因為像剛才劍鋒你所說的 以往這些都是這個 西蒙的一個強項 如果他們的強項都喪失的話 就非常的嚴重 尤其是國盟 其實他只有這個講座會 來散播他的訊息 他在社媒方面 基本上也是做得 經營得非常的非常的成功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 從第15屆全國大選的一個形態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西蒙雖然傳統上 是有通過這個大型講座 來換取他的一個支持 但是他們在第15屆大選的時候 有出現在選舉的上半場 其實他們的這個講座 也是相當的冷清的 到第二個星期的時候 才有更加多的出席者 所以漸漸人們會發現 這種政治講座 可能沒有這麼新穎過後 可能會集中在比較靠近 選舉的時候才能夠出現 但是這樣子一種形態 我覺得對西蒙會有一定的危機 萬一第二個星期 他們沒有議題可以炒作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 真正換取人民的時候 這個投票率就沒有辦法提升了 因為畢竟如果是有人來的話 他們就可以接受一些訊息 知道投票一個重要性 而帶動身邊的人 所以西蒙在這方面 可能這一次不能夠再玩 最後一分鐘熱起來這樣子一種遊戲 應該要急起直追 是 那我們這裡也要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就是如果這個團結政府 他在這一次的表現中 可能不如預期的話 他會不會影響了這個中央的執政呢 其實他有他一定的難度 在於這一次有所謂的這個 反跳槽法已經成立了 但是這個並不是一個萬全的一種保障 畢竟反跳槽法並不反對整個陣線 脫離這個政府轉換 所以以目前情況來說 一般人們所遇見到一種劇本 就是在於 如果巫統在這一次的大選當中慘敗的話 他們會出現內亂 而內亂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把這個領導成所更換 更換過後 他們就會帶領這個所謂的巫統 離開團結政府 在目前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再加上東馬本身 某種程度上也是看西馬的情況如何 而選擇加入當時的一個政府 就可能出現這樣一個情況 還有另外一個情況 也是跟這個喜萊登政變 有一點不同的一點就是說 這一次的團結政府是選後結盟 如果出現所謂的出走的狀況的話 他們其實沒有背負太大的 一個道德的這個問題 因為人民選的時候 並不是選擇這個團結政府 而是選個別的西盟 國政 以及各國門 所以他們可能比較容易這麼做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發展 還有很多很多的變數在醞釀當中 最後還是要看這個州選的成績 他如果是說不如意期 是不如意期到什麼程度 如果是非常非常嚴重的話 或者出現一種可能 這種馬來選區一面倒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出現一種 可能某些的是一個州政權 是由華人再朝馬來人再野 這樣子一種可能 令某些種族不太不安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都會是左右未來中央政府走向的 這樣子一種狀態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 如果要避免這個狀態的話 其實投票還是很重要的 投大家所屬的政黨 好 我們在這裡也非常謝謝 有錢特地抽空到現場 跟我們一起來即時點評 這個六週選舉的提名刑事